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印尼马郎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威克课堂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刘文 我们将继续学习完转进一词之突然猛然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突然和忽然的区别 这节课我们将认识一个新朋友猛然 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突然是由突和然组成 突由穴和犬 穴洞穴,犬狗的意思 整个字形表示犬在洞中正在往外冲 在古代突最初的意思是狗从洞穴中急速的往外冲 那我们接着来看到忽 忽然是由于什么呀 物和心组成 物没有心用心 这个字形表示没有用心不重视的意思 后随着发展引申指迅速突然 表没注意到就发生的事 这是突然和忽然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猛然 它是由什么组成呢 它是由犬字旁 犬字旁是狗的意思 梦 我们说梦中书记 梦表示第一个儿子 在中国古代用梦中书记来排序 如孔子自种泥 梦的本意是投胎犬 形容非常强壮的意思 后发展有迅猛速度快的意思 那我们看到猛然 猛然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情况迅速出现 极快 非常快的速度 进词有 突然 反义词有 逐渐 我们看以下这几个例句 我刚走出家门 猛然想起 没有带钥匙 第二个句子 看到一个孩子突然出现在车前 司机猛然一惊 赶快刹车 好 这是猛然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 看一看 哎 突然 这个是狗往外冲 对不对 骤然 今天给大家补充一个词 叫骤然 骤然 骤有马字旁 马奔驰 骤由骤发音 骤的本意是马奔驰的意思 后发展为迅疾猛快的意思 那猛然和骤然的区别又有哪些呢 嗯 我们刚才知道 投胎犬是猛的意思 骤是马奔驰 所以大家想一想 是狗跑得快 还是马跑得快呢 哎 对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那通过我们上节课的学习 啊 我们发现突然 忽然 猛然和骤然 它能够搭配的词也不同 我们发现 在程度负词 啊 受程度负词修饰的只有突然 对不对 啊 那猛然 忽然和骤然都不能就程度负词 很 非常 修饰 好 那我们可以说突然发生 忽然发生 猛然发生 骤然发生 这些都可以 那我们看到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只有突然可以加名词 突然事件 因为突然可以做形容词 其他的三个都不能加啊 因为他们是副词 那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张表 那我们接着来看啊 这四个词从发生的速度来看 猛然 快于突然 骤然 快于突然 那突然 快于忽然 所以我们知道 啊 猛然 和骤然 都是快于突然的 啊 那骤然是最快的 对不对 啊 在这四个词当中 只有突然能被狠 非常 太 十分 表程度词修饰 啊 只有他能够被这些程度词修饰 那以下这几个练习 请同学们来做一做 看看是否正确 啊 如有错误 请你来修改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他说着说着 忽然大笑起来 对 还是错 哎 是错的 非常棒 错在哪里 我们应该说 他说着说着 突然大笑起来 非常棒 好 第二个句子 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 大家都没有想到 啊 是不是对的 非常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 他病得太骤然了 是错的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改成 他病得太突然了 非常好 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请同学们在课外书中找一找出现猛然骤然的句子 好 我们今天的为课就到这里啦 同学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